我们的本职工作是设计师 设计师是干什么的 设计师是帮助别人完成他的视觉需求 记住这句话 我们是帮助别人完成他的设计需求的 不帮助自己 这个世界真的会有人 他们会认为我的成本足够高 我的价值就会足够高 他认为博士生就一定比本科生找工作高 放屁 我知道你成本高 他们认为那些中科院的院士 就一定是掌握着国家最核心的权利 放屁 明白的意思吗 放屁 你那是你的成本 不关我的事 我不需求 就互联网公司都用这种东西 顺便我再跟你们说一件事情 OFO的一个插画 对这套 这套东西是 这是当时我在听 当时他们OFO的设计总监 在做一次分享会的时候 专门给我讲这件事 当时我具震撼 这种话画的好吗 挺厉害的 挺厉害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 他后来做了什么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和这个东西 哪个画的好 只要你不傻 你一定觉得这边画的好 一定觉得这边好 细节 材质 人体的形象 就这玩意儿 不会画画 你就可以拼出来的 而且更别说透视了 这他妈有个屁透视 你看这圆景 这是个屁 对 后来一套OFO的那个东西 比这还扯 你知道比这还扯 就全的大半圆 小圆形的 但你知道我听他们总监里边 跟我说这么一句话 特别有意思 他们说的 他说这种插画是不能用的 为什么 风险极高 首先效率提不上去 什么叫效率提不上去 就这种东西画完一张以后 这个插画是他画不出下一张来 我们就得等着他 我们想让16个城市同时推出 每个城市有自己特色东西 那就需要半年时间 因为他画不出来 而其他同事也帮不了他 那怎么办 公司等你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些是风险极高 如果我做成这样 我几年都做这个东西 他离职了怎么办 谁来替 那我干嘛不做 这样的大量可以复用 甚至我们的运营人员 都可以去拿组件库 拖拖拽拽就做出来了 就是我们觉得 这个东西一定是 他特别难的 我给你看一下 这个就是非常正确 一套插画应用点 非常无敌正确的插画应用点 就是老师这个画的好吗 也没有什么好 没有什么不好的 但是他就告诉你 插画应用在各种地方 这种东西是安全可控的 任何一个设计师 都可以就上手 对整个的项目效率 有所提升 这是有价值的 看这个 这个膜拜的插画体系 这个郭文老师给你们看过吗 看过吧 就类似于这样的膜拜的插画体系 这个画的好吗 我觉得其实不用画画的人 都能做出来吧 不用会画画 这又需要美术基础吗 你就看这个人的脖子 好家伙 这个尖 这啥玩意儿这个 但这是对的 这是可以整个团队效率提升 这是对的 这是膜拜 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了 这膜拜整个的体系不看完了 就大概这种 这是对的 所以那个同学 我跟他掰扯了好久 他都不理解 他就觉得 哎呀 那我作为一个画师 我不应该追求 我不应该追求技法的最高等级 我告诉你 在插画这个领域中 是存在鄙视链的 学雕塑的人 看不起画油画的 看画油画的 看不起画水彩的 画水彩的 看不起拿树绘板画画的 树绘板画画的 看不起那些不会画画的设计师 它是有明显的鄙视链的 你知道吗 这个鄙视链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成本 来自于成本 学雕塑 他们的成本很高 我他妈那个泥 雕完了以后就废了 就不用那样用了 油画你画不好 往上再呼呗 明白的意思吗 油画颜料多贵 水彩多便宜啊 到最后这树绘板 那玩意都更便宜了 那根本不要钱 他们脑子里边 其实笔绿板是来自于成本的 但其实 这个笔绿板如此之根深蒂固 导致他真的忘了自己 到底是干什么 我们的本职工作 是设计师 再强调一遍 这件事 我跟咱们所有同学都说清楚 设计师是干什么的 设计师是帮助别人完成 他的视觉需求 记住这句话 我们是帮助别人完成 他的设计需求的 不帮助自己 叫佛不自度 咱们不帮助自己 你是帮助别人完成 别人的商业需求的 只有这样 别人才给你钱 懂得意思吗 老师那我就不能快点 自己喜欢的吗 可以 你给他钱 你说我在你家墙上画画 可以吗 我给你 我给你钱 行 你给我几百万块钱 你在我脸上画都行 你爱怎么画怎么画 但你不能拿刀子磕 那种可喜的 你不能说 不可喜的 这不行 你给钱给够了 你给我五个亿 你这不可喜也无所谓了 你这不可喜也无所谓了 你这不可喜也无所谓了